张医师答疑 像这样可以取吗 还是用原始点贫血养好了以后再取 请教张医师 这个问题应该首先来讨论的是 这个钢板会不会造成他手足马 他说的 那其实钢板这个问题已经六年了 然后他伤口没有愈合 跟钢板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的看法不一定 那之所以伤口没有愈合 一定是体伤没有修复好嘛 然后热能也可能不足嘛 造成以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是这样 你应该不是要急着 说要不要取钢板的问题 而是你本身就应该要先把体伤解决 还有热能不足 要补充好才是正道 那质疑要不要给西医取 西医的讲法我们尊重 以原始点来看 如果他已经人很虚的话 你再取一次出来 那也是造成他更加的不舒服 那对他的热能也是有伤害 所以原始点他不主张这样子 那这一点上原始点的看法是 如果能够救不要取的情况下 就能够把这些伤口愈合 那就是最上策啦 所以我的建议是 最好 因为已经六年了 最好就能够不取 就不要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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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